黑神話悟空真的是說好中國的故事 真的魅力無法擋 真的是現在最好的中國名片 尤其連大陸的美國大使 謝峰都注意到了 他最近一邀到哪裡 在紐約富比市舉辦的 美中商業論壇上發表演講 就特別對美國商業人士 介紹悟空引發了巨大的影響力 其實不只是他 還有很多的網紅或者是玩家 也對他非常非常的了解 有一個玩家就把悟空的 七十二變的招數講得頭頭時到 我們一起來見面看看 其實呢外國人來講這個悟空系列邊真的是太有趣了 我們中國人都很熟悉 但這段影片呢也被推薦了 被大陸網友說是最高等級的文宣 悟空裡面的老鼠呢 偷走了靈吉菩薩的頭 網友問啦 為什麼靈吉菩薩沒有頭 網友說因為他的頭 陳列在大陰博物館裡 不過有人說啦 靈吉菩薩可能只是呢 西遊記作者吳承恩虛構出來的 好不管怎麼樣呢 孫悟空我們從小念到大西遊記 沒想到現在變成全世界都在談論的話題 對 因為這個已經賣了一千多萬套了 所以他的市場無限 因為在大陸14億人口來看的話 一千多萬套 還有很多 還有全場空間 對 這個市場的潛力還非常大 而且他的有這個文化 文化的元素在裡面 那大家又對孫悟空又耳熟人響 對 那這樣的話 他周邊的商品 包含那些相關的景點 包含對我們講到這個山西 這個山西 陝西這方面 這方面更有 大家都去看一看那個地方 結果以前剛開始 大家知道海角七號 那大家都到肯定大街去吃 不是嘛 都是這個樣 所以他是文化的元素 然後故事的題材 然後大家的求知 那下一個劇情會怎麼樣 就是說你一直想要探知他的未來 過關 然後過關那種成就感就出來了 因為你克服了 把魔 把妖 把怪打敗了 那就是感覺到也很有成就感 所以他很吸引人在這個地方 那以後我想說 可能會不會有皇帝大戰持有 有可能 有可能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以前的神話故事 類似這樣子 那這種以後會不會出來 以後可能也會出來 因為他有這一個悟空之後 以後可能聊哉 或者是白蛇傳 或什麼都以後會有故事性 就出來了 那大家都喜歡 那這聊哉這個 水曼金山寺 白蛇怎麼樣 白蛇傳 都會有這個狀況 那故事性的這種題材 我想都會出來 是 那就是以前我們的中國的故事 結果現在呢 因為我們有這個能力呢 創造出這個遊戲 或者是影視作品 讓全世界的西方人 也許也可以看看中國古典的文化 這就是很好的文化輸出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現在啊 這個中國大陸製造能力很強 但是呢你美國現在被說有些呢 金字招牌 都被說變成不是當初的名片了 比如說波音 波音啊 你現在是很眼紅 因為波音說什麼 2043年中國大陸機隊 規模會增加一倍以上 達到9740架 是世界最大的喔 而且呢 這個旅遊市場呢 寬體機隊會越來越多 另外呢 他的波音的民用航空的副總裁 他說呢 經濟成長會持續建設 中國到國內航線的網路也會越來越好 而且呢 客貨量喔 這個民航市場 持續增大 客運年增率達到 超過了5.9% 全球大概4.7% 但是你有5.9% 很好很好 我們都知道 你們很看好中國大陸市場 中國大陸 波音中國的這個總裁柳青也說 波音真的把中國市場 視為重中之重 看好未來20年喔 不斷的增長 但是 人家中國大陸有一定要買你的嗎 你這個是很多問題耶 比如說來看到 這個波音客機喔 這個拆輪胎竟然爆炸了 達美航空量二死一傷 所以呢 美國聯邦職業安全跟健康委員會 就要開始掉下 這個波音好多事情 對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現在的民航機 總數是4500多架 那到2043年 是9740架 就將近一倍嘛 因為那不是說 這個用 因為20年就要一換 你看 你這個飛機喔 這個我們講民航一般講20年 20年就變成 客機就轉貨機 你就運貨吧 是 這個聯邦快遞什麼 你就運那些東西 你用運人 運晶片 你運你的櫻桃就是了嘛 你不是櫻桃空運來台嗎 對 就是你這些了 那換句話說 那它的市場不是說 那20年就要一換 是這樣 那市場是很大的 不是說一勞永逸喔 那這樣的話 那市場 變成全球最大的空運市場 你看看現在 中國大陸旅遊業是不是 Tina travel不得了耶 你免簽96小時 還有裡面144小時的 144小時的 你不是常常去 對啊 那你不是坐這個飛機 那所以市場不是 我還有做過C919 硬要說 對 你這樣的話 對不對 市場需求就來了嘛 如果大家一直都在那邊去 跑來跑去 你不可能在地面上坐火車 或開車吧 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航空市場 將來14億人口 外國觀光 uncommon 外國觀光 logic都倍速成長 真的 那你看的時候 你去那些景點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好多老外 很多老外 而且我去西安的時候 多老外 見到很多老外 也是扮成那個 古裝的樣子 對對 是這樣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可能 因為它古城多 有這文化的因素 那它將來 很多的這個 探優仿鎮很多 那你的航空會不會來 你要到迪化 你要到烏蘭巴拓 或者外蒙古 或者是你要到雪山 到西藏 你一定坐飞机的 你要到南疆 或者是你要到昆明 你到贵州 你是不是都坐这些 航空市场就来了 但我们现在来看 你刚刚就讲的就是 波音 一下轮胎爆炸 一下空中的时候 轮胎掉在地上 炸到车子 然后逃生门一下跑掉 太多事 我说它的品管 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意思 就是品管 你品格管制 你的缝隙规定有多少 规定的缝隙 只能有0.2毫米 你结果你空气一多 它的一袖震动 将对风就吹掉了 你规定0.2就是0.2 那规定 邀请一个 0.4放行了 你放行在空中 速度一大 还有一个 我们知道 你坐在里面的时候 是加压 那向外压 就把你压掉了 但是这个样 所以它这个品管 有问题 可能它的 这个我们叫做职工 就职场 就是施工的 这方面的纪律 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那这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因为波音公司 我们知道它是非常赚钱 以前没有Airbus 空客之前 其实它非常非常垄断 所以现在也只有 AB加C C919 所以美国跟 这个欧洲 两个在争 一二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 你都不断不断的出事情 所以巴伦周刊也提到 中国大的航空市场 真的还会需要 七千八百亿美元的 航空服务 还有四十万名的新员工 那你到底看得到 吃得到吗 因为波音到现在 上半年订单 同比暴跌 百分之七十 所以就大家不想做 因为现在 可能要搭飞机 都会看一下 你到底是搭的波音 还是Airbus 对不对 那更别说 中国大陆 你看 这个C919不得了 第二总装厂 要落地到浦东了 满载的产能 来到150架 人家都可以做自己的 这个C919 未来我们也期待 C929 这些慢慢你看 你这个什么那么多 什么增加多少 什么七千 九千多架 什么等等的 未来C929之后 也许有一些订单 是用中国自己去找 这是一定的 我们先看这个巴伦 这个收盖组报道了 那个现在 这是四十三万名新员工 中国大陆 现在缺一万名的飞行员 你说民航的吗 民航的 民航的缺一万 这个到飞行员 对量很大 缺十九万个维修人员 这个维修 这个党的时候都维修 然后缺了四十 然后你这个 另外二十三万是什么 那个我们讲到的空服 空中小姐 空中小姐 然后送那个什么东西的 那个送货的 送餐的 这些 这些地面的这些人员 那这个又是另外的 总共缺的是四十三万 是这样 不得了 所以这个市场是很大 所以将来的时候 你帮你的儿子 培行飞行员 待遇也好 没有跟你一样 当那个 飞战机更好 但是非民航机钱多嘛 钱多好照顾 现在买房子 那个新清安 新清安清 银行会断头的 OK 那你非民航机待遇好 你就不怕新清安 银行不借 不借你有钱 你一个月 当民航机的价值 一个月三四十万 四五十万 这是这样 正价值的话 还有拿到五六十万 一个月 我讲不是一年 不是年薪 是一个月月薪 所以这是一个 A1变成是求职 求职 叫你儿子扫完 扫大电动 眼睛弄得好 电动也不错 电动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你眼睛弄 没办法当机师了 你看我们来看了 这个919 因为919 现在我们也讲四个字 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 市场太大了 因为中国就已经 订了一千多架了 你现在连产才一百五十架 当然是不是供不应求 你要十年 我现在订了 东方航空 四川航空 深圳航空 上海航空 南方航空 多了都在订 总共加起来一千出头 那你不要忘了 东南亚 还是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市场 因为这个是五千五百公里 五千五百公里 刚好就是这个区域 整个中国大陆 整个东南亚 还有整个中亚 你就飞来飞去 中亚自己飞来飞去 就这个飞来飞去 因为你远程不要用 远程 然后远程 进程你不要用大型 浪费油 真的 你不要用大费油 就是说你要载 你要载五公吨的东西 你不要派 35公吨的货柜车来载 五公吨的 就是一般卡车就行了 就类似这个样子 那它的区域的优势 在这个地方 然后区域的优势 区域市场大 国际的市场是有限的 所以区域市场 它是锁定在这个样子 那919成熟了 你看它在这个 我们在浦东 又是第二条生产线 或者说它在 为什么 因为工不应求 要快马加鞭 这个白花花银子送给你 我要 你赶快产出来 我就能够拿到 那如果是不够的话 我要看它有个趋势 要不要搞第三条生产线 要啦 因为国外的市场 现在国内市场已经非常多 但是要赶快造出来 我们都知道说 C919越多的话 那航线会越多 比如说我之前去西安 我也考虑从厦门 搭C919去西安 因为它有这条航线 国内中国大都自己国内可以这样子飞 航线越来越多 飞机也需要越来越多 好那这是C919的部分 但是你知道波音真的很多问题 你知道连荷兰的皇家航空公司 直接说 他们接收了首架 短程的飞行 Airbus的飞机 空客空八的飞机 还说我们要投资 71欧 我们不使用波音飞机 我们呢 什么呢 要用空八的A321NIL 取代波音737 我们要用A30 A350取代波音飞机跟客机 等于是说我已经不要再用你波音飞机了 那波音真的问题很多 波音还有另外一件事也很糗 因为美国太空人滞留太空站 结果呢 波音说起始大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6月去回不来啊 因为你波音的这个星际飞船出发之后 就有问题啊 所以现在只能用SpaceX的龙飞船 明年二月才可能把它接回地球啦 对我们可以看 我们先从波音开始 那个A321是我们讲的单走道 那就有取代 波音737 其实就是跟那个C919一样 对对一样的 那那个A350大型 那大型的话取代大型的 小型中型的取代中型 大型取代大型 对呀 因为波音在这方面 商业的这种 因为航空公司最怕摔飞机 不能摔 一摔还得了 所以它为了安全 那我波音先不要考量 等你成熟了 确实的这个安全系数上提升了 有保障了 那再买 要不然它整个公司的 这个营运都会受影响 这堵住啊 那原来上海就买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毕竟安全嘛 那将来那个C919的话 那等到 因为C919的 它要有欧洲释航证啦 因为它是荷兰的 要释航认证 释航认通过 要欧航 欧航的 欧洲航空的释航认证才可以 因为我们看这个 这个龙飞船 因为 波音出太多事情 所以这两个太空人 就继续在 国际太空站 他真的好久哦 从六月到明年二月 要送更多的便当 还有氧气 氧气还要养 液态养给他们 他总要吃啊 吃到明年二月 继续吃便当 那两个在那边是很无聊的 因为在太空站 原来上 说实在太空人 都不是好过的 你不好睡 你旁边都是那个噪音 都电脑那个噪音 然后你都浮在那边睡 你浮的睡你怎么睡 你浮在那边 他可能要绑住 他有捆松颈带 有捆 你捆也不舒服 你那时候都绑 感觉到好像是 有受到地心引力 但是问题是睡不好 失眠 十个太空人 最少九个失眠 是这样 那在那边 很辛苦 最重要的因为 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不能用俄罗斯 就不能用俄罗斯 你不能 拜托俄罗斯帮你发射 火箭把人接回来 不可能的事情 拉不下脸的嘛 那你现在好 那就是两个 一个波音 一个就是 就是马斯克 英龙马斯克 那你就求这两个 那波音 波音不可靠 那上次漏气 氮气也漏了 然后那个 那个氦气也漏了 你怎么弄 好那就请求 请求马斯克 这个Spec X Spec X 我请求的时候 波音它会没脸 这是我的事情 因为他们也在竞争 他们也在靠你 对啊 结果我的东西就变成你来做 是 就类似这个样子 那波音又会抹不下脸 但是没办法 你难道 你难道 你难道明年二月不回来过农历 不行啊太久了 不回来过农历年吗 虽然美国不过农历年 但是你早点回来跟家人 团聚是对的 而且它已经delay了嘛 八月你现在搞到 还要这里再半年 然后受不了 我们都知道说 美国其实航母呢 他们延后进行维修 或休息 已经是常态了 我们没想到 这个太空人出去的任务 也可能会随时会delay 那但是中国大陆不一样 中国大陆暗表操客 早就告诉你 十月下旬的时候呢 这个神舟十八号要返回 神舟十号 十九号要发射 人家讲得很清楚 那更比如说 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发现 比如说长额五号有新发现 月壤可以转化成水源 因为它可以变成有氢气 氧气等等 所以大概一吨的月壤 可以产生51.706公斤的水 不是51到70.6 OK 51到70.6 就是一公顿的月壤 可以产生的 大概就是60公升 60公升 一公升就一公斤 对 水是这样 那你有水 你就有氧气跟氢气 因为月球它有太好 是这个样 然后你这样的话 水的问题解决了 人员问题解决了 那你就很好了 因为你将来上去的时候 AI 你上去的时候是 我们讲到的3D 3D电影 要这个样 他帮你做出来做好 你不要在 水帮你生成好 氧气帮你生成好 心意帮你生成好 都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月壤 月球总共有 2400多亿公吨的水 你按照中央来算 一算就算出 2亿是很多的 水是不宜贵吧 那中国大会在这个方面 先截足先登了 因为已经到月球背面 把土挖回来做研究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